安妮 王总 电话 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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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姐姐 我那个 有点巧了 是不是 我正在洗澡 是啊 我已经去了 数据 走啊 我已经传给龚伯伯了 一切都没问题 我会的 好 好 就这样 好 拜拜 来 王总 你看要不要我去找一下张总 问一下你要的图什么时候画好 好 飞早好 那你这边 没事 没事 你去吧 小心 别着凉 好 看够了吗 够 够了 那还有事吗 我还有一点事要问你一下 那你在外面等我一下吧 嗯 我是指那个外面 我站到那个上面去 你快点啊 小秋你在里面吗 对啊 在洗手 说吧 在我干吗 他们说你平血是不是真的 当然没有 胡说八道 那这些年你是一直在生病吗 没有 嗯 你 你这里没有擦干净 可以了 你衣服还给你 那我走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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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儿坐长途车走 你不是坐飞机回上海吗 我一会儿坐长途车走 你不是坐飞机回上海吗 好 那如果你不想半夜才到的话 早点出发会安全一点啊 安妮 借一步说话 刚才的事情 是我处理得有点急躁 对不起 我们希望你能继续留下来帮助我们 你这些天 你的翻译量的确很大 不过换一个人的话 也一样承受不来 我让九通再增派了一个翻译 你们一起干 彼此都能喘口气 真的 谢谢张总理解 那个翻译姓叶 我争取让他今天到 姓叶 是叶静雯吗 没错没错 那我可以去接待 帮他去安排房间 好 那你一个人去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我陪你一起去吧 少皇 还是你一个人去吧 我现在很放心 去吧 姐奶奶 好巧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了让他走吗 一个翻译实在是忙不过来 在这紧要关头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吧 是不是有人给你压力 怎么会 现在都以中标的大局为重 我 我还有事实在来不及了 对不起啊 季川 你什么时候会来温州啊 下个礼拜 不是 立川这阵子身体不是很好 他有事又去现场又通宵 他有去过医院做一次检查 还是我逼他去的 爷爷打电话他也不听 你最好今晚就到 爷爷那边我会跟他说 我们争取三天内回到苏黎市 谁顶替他 张绅华不行吗 那你跟谁在一起 Renee 他好 好 你就带他一起过来吧 好 谢谢 太丰盛了 欢迎宴嘛 你不是喜欢喝肝红吗 我们来瓶肝红吧 好啊 服务员 什么事 麻烦来瓶肝红 没有肝红 肝白行吗 怎么会 肝红是很正常的酒啊 我们这里是GMF的特供餐厅 不提供红葡萄酒 为什么呀 说是有一位老总对葡萄过敏 哪位老总啊 难道肝白就不是葡萄酿的了吗 我们接到通知 无论是在什么场合 GMF的餐厅都不提供红酒 或者是红色的饮料 好 不好意思啊 李川是不是不知道 你已经不那么晕血了 那个 是李川吗 是啊 不记得了 她好像变化挺大的 没有变化吧 有啊 首先 瘦了 面容好像憔悴了一些 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找到当年的感觉呀 难怪有人说 沉浸在爱情中的人 是不会发现爱人的变化的 沉浸在激情中的人呢 一旦激情褪去 完美就变成了寻常 寻常你还盯着人家 她也真够能装的 明明你就坐在她面前 她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对了 昨天她考走了我的立川往事 她问我要那个电子磁点了 然后就把U盘给她 结果让她图整事 就把我整个文件夹拷走了 当时就蒙了我 你是电脑白痴啊 你就不会藏在那个隐藏目录下面 你别着急了 反正李川也不懂几个汉字嘛 像那种言情小说 懂九百个汉字的人 就能看个大概了 再说她还有电子磁点 那你有什么好怕的 反正你也没有写什么不好的东西嘛 我承蒙你的指点我把它写死了 对了对了 那个癌症车祸什么的 都赖你非得说那样写点几率才会高 都我当时不知道才会看见的 那现在怎么办啊 我得想慢慢把它删掉才行 你一定要删掉 这 这个 再改动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不好意思啊 请问一下哪位是张总 这位就是 张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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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九通的翻译叶静雯 小叶 你好 欢迎欢迎欢迎 房间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我特意来找您报到 顺便问一下我的工作安排 是这样 安妮这次比喻任务比较重 所以说你帮她分担一下吧 你们俩一人一半 口译方面呢 你们各司其职 她负责王总 也就是立川先生 你负责另一位王总 他马上到 另一位王总 是立川先生的哥哥 王济川先生 怎么 认识 认识 那你就太好了 那就不用举牌子了 举牌子 姬川先生 晚上十点的飞机到温州 你负责接待一下 我也知道 你也是刚到 但是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这儿实在冲出人手 你去接一下 我派司机送你去 好吧 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就好 辛苦啊 我先忙了 对 我最近太忙了 然后我就不去接你了啊 晓冬 到时候萧大哥去接你 你就站在火车站门口 不要乱走啊 嗯 那个 对 你也别太麻烦人家 听到没有 嗯 好 就这样 拜拜 小秋 这么晚还在跑步啊 哦 锻炼身体啊 你等人哦 哦 季川要来了 所以我在这里等他一下 晋雯不是去接他了吗 呃 他们好像 在机场搞得有点不愉快 所以 各自分开回来了 嗯 各自分头行动 嗯 嗯 你不用担心 晋雯一定没事的 哎 他今天刚到温州哎 人生地不熟的 而且天都这么黑了 一个大男人独自走了 把一个小姑娘丢在那儿 相信我 这是不是我的兄弟 这是你的兄弟 李川 阿雷 你来见我啊 嘿嘿嘿 来 在路上好吗 Renee 你好 你好吗 你好 哎 你 我最喜欢在人醉酒的PA 你好 您好 王总 那个 晋雯真的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 嗯 没有 没有 我介绍一下好了 这位是Renee 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 她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合作伙伴 我们高中和大学的时候 都是客户 当然我们三个感情非常亲戚 还有这位 这位就是我的翻译 谢小秋小姐 祝你平安 永远 爱你的小秋 你好 Renee 你好 谢小姐 哦 姐妹说你们到了的时候 上去跟她招呼一下 我们上去吧 好 那我们先走 一会儿见 你要不要 不用了 我在这里等静雯就好 那好 喂 季川 嗯 听说你跟叶小姐 在机场那边吵架 季川要开除叶小姐 叶小姐生气了 她把模型给摔坏了 她好像今天才到温州耶 所以 那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的吗 她不是GMF的员工 她也不是你的下属 我觉得你应该跟她道歉 什么 什么 不是 季川 不是 你不去 我去 杰文 你没事吧 没事 听说你跟季川又吵起来了 你别跟我提那个龌龊小人了 对了 立川那个备用房卡 我去前台还一下 你怎么有这个 我去接机呀 我不知道航班号 我问张总 张总又问立川 他又不在宾馆 说把航班号打出来 放在宾馆的桌子上了 我就去前台取得备用门卡呀 这个能不能先借我用一下 你干嘛 我要去把我的文件删掉啊 什么文件 立川往事 对了 对了 快去山 趁他们还没有发现 快快快 走 叶小姐 嗨 王总 欢迎来到温州 你好 王总 听说你在机场不是很开心 我带机穿上向你道歉 那个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小事情啦 房间安排好了吗 自己要房 这 这 有啊 房间 几 几 几号来这儿 1206 对对对 1206 等了这么久应该饿了吧 嗯 等一下叫点房间服务送到你房间 你太客气了 没关系的 那你赶紧休息吧 走 走 走啦 你看我干嘛 看看你刚才那个花痴的样子 嗯 你还好意思说我啊 哼 我现在啊 总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只要立川一回来 你和他之间的深仇大恨 就突然一笔勾销了 为什么 你想让立川回来 一千封信都不够 可立川想让你回来呢 啊 嗯 一个眼神就够了 这就是差距 这就是命 你认了吧 小秋 你还好意思说我 给你两个眼神 你看你就犯花痴了 你就在这儿慢慢犯花痴吧 我呢 要去继续执行我的任务了 慢一点啊 没问题 放心吧 拜拜 拜拜 小姐 你好 您点的餐到了 什么什么 哇塞 哎 立川也太体贴了吧 哎 吃点再走啊 你慢慢享用吧 拜拜 不吃了啊 拜拜 你知道他把我辛辛苦苦做的模型砸了 我花了很长时间做的 好啊 要重做你过一起哦 好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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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真是 我替你不看我 你不看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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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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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